伙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 Ward 跪 拜见公主殿下 拜见公主殿下 相国大人 您这是 公主殿下 我等前来 有要事要与您商议 玄珠哪敢受此大骊啊 相国大人 快起来说话 不不不 公主殿下 老臣有罪 没有保护好大骊 如今 我大骊没落 子民饱受煎熬 幸亏 有上天庇佑 血脉上存 传承未断 臣恳请公主殿下 率领我等 血洗妖国 光复大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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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只是得翻过公主啊 公主 您千万不能这么讲 您现在是 大骊皇室唯一的血脉 只要您扛起富国大骑 我等旧臣 包括大骊子民一呼百应 到时候 大骊复国之时 您 就是女皇陛下 可我根本不懂治国之道 公主殿下 这是您的使命 您身上流淌着 大骊皇室血脉 赋予您的使命 还望公主殿下 顺民意 顺民信 湘国大人说得是 是 既然天不灭我大骊 我等又岂有自弃的道理 公主一定不会辜负 大家的期望的 我们需要一起去面对她 我们 玄珠你还是不相信我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和燕燕已经不可能了 我身为大骊的公主 必不辱使命 我也会尽心竭力扶持公主 请大家放心 公主殿下千岁千岁 千千岁千千千岁 公主殿下千岁千千岁 站住 怎么 不敢面对自己的子民 也没脸面对我了吗 也是 你能做什么 要是没有我 你根本杀不了丽渊 现在连公主也要我替你当 就你这个样子 还妄想以灵祭灯 拯救苍生 你配吗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 我只是觉得 你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 你以为你死了 别人就会领你的情吗 世人大多冷酷无几 只想着自己的好处 我要做什么 用不着你管 当然 我猜 你已经打消这个念头 毕竟 你连你的子民都不要 不过 你真的甘心 把你的位子让给我吗 玄珠 从小到大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 都会拼命地去完成 你比我坚强 比我勇敢 或许你比我更适合当这个公主 玲玲 就拜托你了 你疯了吗 我对复国根本就不感兴趣 而且现在就剩这么点人了 难道要让他们去送死吗 不过 我倒是挺享受做公主的感觉 万人拥戴 真的挺好的 你别妄想我会替你做事 如果你放心不下 就拿回你的位子 你这个素同乌贵的样子 真的很难看 请 起来 你干什么呀 小白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好看吗 好玩吗 会腿呢 看样子恢复得不错啊 你醒醒 你才是真正的公主 外面那个假公主 天天壮模作样的 恶心死我了 我看连你那个青梅竹马 什么左 什么右的 也快把它当真真够主了 你知不知道 别别别 别 我约你别要 我看你们凡人 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好了 不管了 总之 你给我打起精神了 有什么呀 不就是灵灯丢了 又不是第一次丢 我不是因为灵灯丢了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灵灯丢了 九云大人她 把你给绿了 哪儿学这么一个词 我可能真的 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我被二盟骗 被左相骗 保护不了猫猫 也杀不了丽远 还伤害了副九云 你还打碎过我 两次 对啊 不好意思啊 你看 我什么都做不好 嗯 你还点头 我 我就是想 如果我再这么继续下去 有一天会伤害到更多的人 所以这些天啊 我一直都在想 很认真的在想 可能命中注定 我只能过平凡的日子 苟且偷生吧 你可不是什么平凡人 你是几千年来 唯一一个打碎过我 白月星云镜的人 小川 从前你生人寻死路 尚且要去便去 如今怎么反倒趴起来了呢 你这般内心强大的人 当我这明镜 来者及诏 去者不留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困难来了 咱们就去解决他 看不到了是吧 就是啊 蝙蝠鱼 博蝠鱼 通知不知道 这次你是怎么发现的 就他那才新 能说出那样的话吗 说得没错啊 说得没错啊 我 最后一句话 可是我发自内心说的 真是不做白事 是他逼我的 你也知道他这个 你也是个没有底线的人 是他逼我的 你也知道我是没有自由的 我逼你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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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好人 是我错了 好了吧 我这倒好 里外不是人 还成了你们吵架的罪魁祸首 行了 以后不许这样了 下次 没有下次 听见了没 好 我保证 以后 没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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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再用嫌熟了 行了 我要吃鱼 抓鱼去吧 听见没 去抓鱼啊 九云大人 小川说的可是让你去抓鱼 可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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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就我去嘛 是不是 公主大人 您这要吃红鲤鱼 黄鲤鱼 花鲤鱼 还是绿鱼鱼啊 想吃驴 驴 叫驴去抓驴去了 好 还要吃驴 我们这次 来 这次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可大好了 看起来 比以前还快乐一些 每天种菜种花 跟普通的农妇没什么区别 这不挺好的吗 看来他是打算长期居住以此了 你们俩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待他百年之后 我们两个继续逍遥快活去 再过个几百年 你就会慢慢淡忘他了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兄弟 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啊 是朕看走眼了 清醒妖宁 给高都带来了一场浩劫 让一批众臣蒙受冤屈 幸得由我皇儿相助 斩妖除魔 保卫了都城 皇儿 你说 想要什么赏赐啊 听儿 你为何哭泣啊 儿臣想去皇兄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 我的丽儿 他 他不是一直在东宫清修吗 父皇有所不知 那日皇兄他 太子殿下到 对不起 我还没说 我还没说 对不起 快把我去 你来 你来 朕颇为担心 就想着要见你一面 沉懵父皇天恩 孩儿无恙 近些日一直在东宫清休 追似母妃 无恙就好 无恙朕就安心了 父王 儿臣 那差点就没了 要不是年纪 我跟皇兄的兄弟情深 才得以把那些妖 杀 杀 杀死 父皇 儿臣身体不适 能否先行告退 廷儿 你快退下吧 回府 好生休养 莫让父皇担心哪 谢父皇 丽儿 你也回宫吧 我与李大人有事要商议 皇兄 皇兄 朱天殿一战 你可安好 好 很好 皇帝可安好 我 我很好 二殿下 您这是要出城 好香啊 有没有我的味儿啊 我们小川都好久没有够做糖醋酥肉了 就你嘴馋 下一个是你的 好香啊 好香啊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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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二 二 让你来 彤儿 要是难过的话 就哭出来吧 难过 哭什么呀 你没看这么大烟 我眼睛不眯啊 烟熏的 快来给你吹吹 不要你吹 吹吹有什么呢 不用不用 吹吹 吹 好了 手印了也好了 真香 尝尝 尝尝 怎么样 好 不好吃啊 人间美味 那 跟你那仙山青鹿比 如何 这么说吧 一尝秦川菜 天下百位衰 来 川儿 你也多吃点 最近你都瘦了 来 九云 你可喜欢现在的日子 松花酿酒 春水煎茶 像现在这样 在乡渠山 南根女枝 平平淡淡 和谁呀 你呀 怎么 你不想啊 那个 诚儿 我何曾不想 只是 吃肉 最大一块留给你了 尝尝 吃肉 那 下雨了 啊 坏了 是 你 现在连公主都要我替你的 还妄想以灵灯肘救苍生 你配吗 一个年轻的姑娘 不懂得国仇 猴甲狠 也是正常 你不想复活了吗 我可能真的 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猫猫 保护不了猫猫 也杀不了丽媛 还伤害了傅九云 我伤害了有错 妹妹 能负?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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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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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咋 鞋子 嘖嘖嘖嘖 我 你别怕 你冲了 我知道你是谁 我可以帮你 我可比灵灯厉害百倍 相信我 你能获得无上的胜利 三界所有的胜利 都将是你的目的 相信我 吃了我 你所有的功力都将恢复 世上再没有任何人 我会死你 得到医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ator 野老雄 咒杀这个妖孽也就好了 青嬴石 我师父寻找这么多年 都没有办法线索 我都在怀疑 这东西究竟是世间存在的 还是只是世间的一个传说 以青嬴石之力 咒杀南蛮妖王 这是惯人上仙亲口告诉你的 怎么可能是个传说呢 傅九云 我说你是不是被秦川那个 小鸭子骗子给传染了 很久以前他问我 先为什么不猪妖 我回答他 三切殊途 各自有各自的道 可谁又曾想 有朝一日 他竟会有 与我同样的境遇 同样的敌人 同样的敌人 试问 这三界之中 又有谁能 逃得过命运的轮回呢 兄弟 这不叫轮回 应该叫 燕国 太子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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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好 酒棍多日 不久云 可有伤到你的灵力 他就是个糊涂神仙 甚是大义 只不过 我现在只能用这条小蛇的身体 没有什么功力罢了 你的身体 我已从高都拿回来了 天元帝愚昧至极 竟看不出一点端倪 他当真不配做你的父亲 真是才能用 有了身体 还是快些回来吧 不急 我这身体 虽说没有什么功力 但在傅九云那儿 却有几分幸运 恐怕 会有意外的收获 现如今 找到轻盈时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轻盈时 我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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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着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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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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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慢点啊 小心 别摔了 小心点啊 冷不冷啊 拿点衣服要好 好 没事 来 来 我看你 你去帮我 这里 来 我的 这 这是 还要 我 走 看我 是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让人心生艳羡之心啊 川儿 你羡慕吗 羡慕啊 那我来帮你实现啊 我们也来生两个 滚 好了 不斗了 我们去过节吧 神仙也过节啊 当然了 神仙还有休目和寻驾呢 走 过节了 知过必改 得能莫忘 网谈笔短 迷试己长 背得非常好 那么有人知道这段是什么意思吗 这两句是说 知道错误就改 得到别人帮助 莫齿难忘 不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不倚仗自己所长 这样别人才愿意和你交往 说得真好 贤猪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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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快起来 以后看到我啊 不用行李 姐姐 你今日好漂亮啊 你们今日学的什么呀 知过必改 得能莫忘 网谈笔短 迷试己长 好 不能我先说 没有 不用先说 这是什么东西做的 这么臭啊 猪皮 猪皮 哎 干嘛呀 我好好兔子都给我弄花了 拿来 给你改两笔 嗯 笔 九云大人 嗯 你怎么画什么东西都像小川啊 连个兔子都不放过 是吧 既然这么像春儿了 那我们再给他左手上 加个灵灯 嗯 右手再加个白虎 嘴上呢 再挂一个糖醋酥肉 哎 你们就放过兔子的 哎 这兔子可是给小白的 你可不能拿 小白 接着 哎 给我 又刚上了 就不给 哎 傅九云 你给我啊 你给我啊 小白 接着啊 小白 你别跟他闹 给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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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小伙子真有灵气 哈哈 好 做月饼是好手啊 再来一个 尝尝咱的月饼 味道怎么样 都开花了 哎 尝尝 这馅装子还真多呀 哎 你尝尝 怎么样 嗯 嗯 哦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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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看 这上面画的是月老 如果跟她祈愿的话 就会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然后今天又是中秋佳节 佳佳都会放天灯许愿的 仙芝姐姐 我们一起去放天灯吧 那边有好大的天灯 好 走 如果你们和 你也来了 这个天灯很大 我们坐了好久 我们要两个大人帮我们放 紫辰大人还有公务在身 你们就不要麻烦他了 中秋佳节 公务的事情就放到明天再做吧 不能坏了孩子们的兴臣 对不对 对 让开 好 好好好 看方法 好 好 来 那紫辰大人 这天灯是要跟喜欢的人一起放吗 可他又形容单枝 我 紫辰 你尝尝这个 我自己来 你有没有想过 他此事 若吃着别人亲手做的茶室 你又当如何 你们今日学的什么呀 我让他10点 我要你尝尝 我是不是 你以为自己的 我只是 可能 是 你 你 天灯啊 一定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方才有意义啊 好够了 你下来 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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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够了